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反映了群众希望辞旧迎新 送走贫穷困苦 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传统的心理 说的没错 因为明天就要上班了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要早点休息 养足了精神 好的 我们来关注新闻 目前北京冬奥会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作为索契冬奥会冠军李坚柔 也一直在带动全民上冰雪的运动当中 他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他成立的吉林市兼柔俱乐部 拥有大量的学员 这些青少年也成为了吉林冰雪发展的后辈人才 在吉林市冰上运动中心训练馆 一群少年正在冰上飞驰 14岁的义举昌练短刀塑滑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从湖北来到吉林 只是因为热爱 很喜欢这个运动 平时我们早上六点多起来 然后吃完饭就开始训练 训练到十一点多一点 然后中午午休 午休完之后我们下午就继续训练陆地 平时感觉还挺累的 但是每天都有舒服 就是自己能提升还是感到蛮开心的 我希望我能站到奥运舞台上 能够为国争光 同样在这个训练队里的吉林女孩李天悦练滑冰三年 就已经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 带领这群华冰少年奋力逐梦的 正是吉林市培养的本土奥运冠军李坚柔 因为对于冰上的热爱 而且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吉林市的青少年 然后参与到冰雪项目当中 然后去完成他们自己的一个梦想 一个目标 实现他们自己的一个价值 自1980年开始 中国代表团一共参加了11届冬奥会 吉林选手在这11届冬奥会上 总计获得了5枚金牌 土生土长的长春姑娘周扬一人拿到了3枚金牌 从19岁的花阳年华 到30岁的儿里之年 三届冬奥会3枚金牌 周扬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岁月 如今的周扬已经告别了赛场 但她的心永远在那片洁白的冰场之上 2010年2月21日 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华女子1500米决赛 周扬以2分16秒993刷新奥运会记录 成为中国短道速华史上首位1500米冬奥金牌得主 同时 这也是吉林省首枚冬奥会金牌 年仅19岁的周扬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 2月25日 周扬与队友配合 再次以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 当记忆的指针拉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对于冬奥赛场 周扬有着深深的眷恋 第一次拿金牌就是觉得有点梦想实现那个感觉 像做梦一样 对 就是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的 但是因为接下来还有比赛嘛 所以要尽快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2018年平昌冬奥会 受到伤病困扰的周扬未能再次批金挂银 但他并没有遗憾 在这届冬奥会上 周扬担任中国代表团开幕式棋手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因为这么多年自己的也有很多伤病 但是就是怎样克服伤病的过程是觉得很艰难的 姚姚姐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觉得其他之后第二位女棋手也是就自己觉得也很骄傲吧 感觉就像拿了奥运过军的那种激动 20年的冰上生涯 周扬一直在与伤病抗争 如果没有伤病 周扬说希望滑到40岁 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 三机王虽已无缘赛场 但仍在努力滑向新赛道 担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国际华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创办自己的滑冰俱乐部到东北师发大学体育学院任教 局次不少 但助推家乡冰雪运动发展的主线一直不变 就是希望用资深的力量来推动家乡的冰雪世界发展 更多的人了解冰雪运动 参与冰雪运动 下面又到了我们第一报道为大家准备的冬奥小科普 让您更加了解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也能以更加专业的角度来关注比赛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的是一项极具竞技性与观赏性的雪上运动 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又被称作空中舞蹈 运动员们在不同类别的场地上展现华丽的技巧和娴熟的技术 2022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项目 共有13个小项分6个类别进行比赛 分别是空中技巧 雪上技巧 障碍追逐 U型场地技巧 破灭障碍技巧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其中空中技巧比赛选手可以选择不同跳台起跳 在空中完成各种高难度的翻腾及旋转动作 稳定地落在雪面上并顺利滑行到急停区 5名裁判根据选手的表现打出起跳分 空中分和落地分 合计各环节得分后确定名次 雪上技巧比赛则要求选手顺着布满人造雪丘的赛道急速滑下 通过赛道上的两个跳跃点完成两次跳跃动作 运动员的分数等于跳跃得分 滑行技术得分和滑行时间得分相加 障碍追逐比赛 每四人一组在各种地形地物构成的赛道上追逐 按选手通过终点线的先后顺序排名 每组前两名进入下一轮 直到决出最终胜服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新增项目 是在一个洋小的跳台上完成跳跃 弯转 展现飞行美感的比赛 裁判员根据选手起跳的高度和远度 空中实现技术的难度 以及落地滑行的姿态进行打分 除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进行外 其余小巷比赛均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举办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下面我们来说一个跟医保有关的好消息 为深入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 有效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按病种收付费范围完善并扩大 本次将口底癌 颅内动脉瘤等病种纳入按病种收付费管理范围 此次实施的范围现三级甲等医院并且全省同意执行 相关规定中 对参保患者医疗费用低于收费标准的患者支付部分 按照实际发生费用金额计算 以进一步降低参保人员负担 医保基金支付部分仍按收费标准计算 结于部分医疗机构流用 本次将口底癌 颅内动脉瘤等病种纳入按病种收付费管理范围 鉴于此次新纳入病种治疗实际知识范围现三级甲等医院 并全省统一执行 省医疗保障局将综合考虑药品及医用耗材集采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医保基金收支 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 建立健全收付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在测算和调整按病种收费标准时 涉及集采药品 医用耗材的将充分参照重选产品价格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消防人物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好几次 他就是指导员王洪龙 今天的这篇日记是他写给自己的 今天是来到新讯的第67天 不知不觉我家的小二宝已经100天了 记得刚到新讯大队时宝宝才满月不久 想到这里有种莫名的伤感 对家人孩子亏欠太多 没有履行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责任 不过他却履行了一名消防指挥员的责任 为新入职的消防员付出了很多心血 王洪龙的妻子发了一条抖音视频 说终于在出月子的第十天 迎来了王先生的陪产假 而陪产假刚开始不久 王洪龙就接到了新讯通知 他立即放弃了休假来到了新讯大队 于是一家人的全家福 都是出现在视频通话中 我看看姑娘 小不小爸爸呀 不好意思啊 儿子快会翻身了 等我回去明日就会翻身了 有可能你就错过他翻身了 正常那个我生孩子 坐月子的时候 他就没修上陪产假 老大要上幼儿园了 老二会会翻身了 我跟婆婆在家还挺好的 我俩没毛的 没有关系毛的 就做新工作吧 王洪龙虽然错过了孩子的成长 但却见证了许许多多消防员的成长进步 从进入新讯队伍的那一天开始 就和消防员们同吃同住同训练 每个消防员的身上都会留下他的影子 整个新讯队分为三个中队 我带的是一种队 一种队共有66名新消防员 新消防员毕竟是新来的 他对消防很不熟悉 我主要是负责对他们加强管理 让他们熟悉消防的各种工作 适应消防队伍的生活训练 只有打开话匣子敞开心扉 才能了解到新消防员心里在想什么 需要什么 为此王洪龙经常和新消防员谈心交流 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适应期 他是新消防员的领路人 也是他们消防路上的启蒙老师 他们以后必将成为吉林省消防未来的中流砥柱 他们是新鲜的血液 对消防事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只有给他们培养好 让他们担负起更多的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能力 提升他们的对消防事业的荣誉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下面我们来关注高空抛物的话题 近年来由高空抛物所引发的事故时又发生 对于此我们也是深恶痛绝 但是有个别人却总是不以为然 或者抱着侥幸心理 或者向法律的底线挑战做出有失功德的行为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长春市民余女士的被砸经历 视频中身穿蓝色羽绒服的 就是被砸伤的余女士 她和记者说2021年12月15号上午10点多 她刚下班前往回家的路上 在走在红旗街西三胡同移动居民楼下时 一个啤酒瓶从天而降 发生事故后 余女士马上联系了她的女婿 同时在附近邻居的帮忙之下 她被送到了吉林省人民医院 经检查后确诊为头部外伤 头皮裂伤 这办的事儿有点没有功德 记者看到酒瓶坠落的这栋楼房 一共有四层 附近商户讲当天早上八点多 楼上就有人往下扔杂物 杂物扔好四我都没瞅着 反正值得是她冷 偶尔就停了我们都心里睡着了 完之后一下子扔个啤酒瓶子 正好那人不能路过一下就早上 事发后余女士报了警 长春市洪急机派出所 马上出警来到现场 最终确定嫌疑人是三楼的一位业主 我们经过走访和询问周边的证人 指认这个三楼二单元群众 在家中将这个涉嫌高空抛物的 违法行为人刘某抓获 传唤之派悦所之后 这个刘某对他自己扔啤酒瓶 砸伤群众的违法事实 他共证不会 嫌疑人刘某交代 当天早上由于和妻子发生口诀 独自一人在家喝闷酒 扔啤酒瓶的原因是出于泄愤 扔啤酒瓶这行为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做这个 我喝酒喝酒 这麻烦就不知道 跟我老伴吵着就麻烦 跟老伴吵着就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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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时间做饭 我今天我做饭 怎么能挪点气 连行喝酒喝酒 自己这种做法有什么认识 我错了这个 提起当时的错误行为 刘某表示后悔不已 即将面临她的是法律的惩罚 现在刘某已经被我们 朝阳公安分局远法行事寄留 即将面对提起工作 在日常生活当中 高空抛物时有发生 由于危害性极大 相关部门也专门对其立法 可有些人却偏偏选择铤而走险 迈过法律红线 对于这种不顾他人安全 藐视法律的人 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2021年4月 在长春中海环宇天下C区28栋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吓坏了楼下 正带孩子玩耍的家长 在全国各地 由高空坠物引发的事故 也是频频发生 湖北武汉 一名男子从楼上 抛制17个灭火器 虽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最终被处以 刑事拘留的处分 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 不允许的 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这么做 这种情况下去 就法律严重 从自己做起 不要是损害别人 给那个社会 给那个居民 都带来舒服的文明的环境 根据人民日报发布的 高空抛物杀伤力指数数据显示 一个空衣拉罐 从25楼扔下 可致人死亡 巴掌大的西瓜皮 从25楼飞下 如击中头部 将危及生命 一颗30颗的鸡蛋 从18楼甩下 可以砸破行人的头骨 从25楼抛下 可致人当场死亡 高空抛物 已成为百姓身边的隐形杀手 按照我们民法典的 1254条 有这样几项的明确规定 明确在法条上 禁止高空抛物 第二个就是明确了调查的责任 第三个就是明确了 即使我们真正经过调查 又查不到 应该有可能加害的 牵制物的使用人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之后 是可以向未来真正能查到的 侵权人来经主张追偿的 除了民法典对高空抛物 违法行为 做了明确的规定 2019年11月 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明确对于故意高空抛物者 根据具体情形 按照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故意伤害罪 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2021年2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执行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期 规定了高空抛物罪罪名 2021年3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11正式施行 对高空抛物行为的刑事责任 进行了规定 严重的高空抛物行为将纳入刑事范畴 承担刑事责任 2021年6月29号 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刑事庭就公开审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 3月到4月 被告人刘某在二道区某小区居住 晚间应不愿下楼 贪图方便 先后多次从13楼 投证玻璃屏酒瓶 紧监控录像显示就有14次之多 酒瓶落在楼下幼儿园内 一名工作人员因脚踩玻璃 碎片受伤 随后幼儿园工作人员报警 公安机关将其抓获 我们愿依法使用素材程序公开开审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多次从其住所高空抛下物品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 判处留下 被告人刘某存 犯高空抛物罪 判处有决定6月 定处罚人员率两天 违法的还有下面的电信网络诈骗图 火长春警方采取行动 成功将其打掉 共有40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押解回长春 2021年12月21号下午1点半 两辆大巴车经过数小时长途行驶后 到达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 民警押解40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走下了车 事情最初发生在12月17号 朝阳分局接到辖区某公司报案 称被犯罪嫌疑人 以颁发资质证书为由骗取财务5000余元 当时被害人接到这个牌匾之后 发现这个牌匾首先制作的比较粗糙 然后它下边还有几个工章 是代表是北京的一个资质鉴定中心 通过我们警方的调查 我们发现它给企业颁发的 这种3A级的信用资质 它那个网站我们发现不是正规网站 应该是打电话的一个化学员 他们自己公司建立的一个网站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 该犯罪嫌疑团伙伪造办公地点 虚假网址 以固定的剧本话术 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使用的手机号跟微信号 都是定位在北京 因为他们认为定位在北京之后 信任度够有说服力 但实际呢 他们都不是在北京 而是在华北的某一个市里 专案左民警经过信息研判 最初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窝点 及组织架构 并于12月19号赶赴华北地区某市 展开抓捕行动 现场抓获嫌疑人40人 当场缴获作案手机 50余部电脑11台 警察 主犯王某 李某组织员工 已给公司颁发资质证书为名 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数百起 涉案金额高达800余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压解回厂 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 近日 长春市宽城区交警 查获了一名涉嫌饮酒驾驶的驾驶员 这位驾驶员看见民警后 当时就选择了汽车逃窜 可驾驶员跑了没多远呢 就因为体力不支被民警抓获了 即便被抓 他依旧在试图狡辩 这段视频发生在当晚7点20分左右 当时长春市宽城区交警 正在北四环进行救驾查处 一辆GJ排照小型轿车 在看到民警设卡排查时 竟然一脚油门加速冲卡 见驾驶员冲卡逃窜 民警当即驾驶警车进行尾随 当行至前方一小区时 驾驶员见甩不掉警车 便选择汽车逃入小区内的胡同内 可这跑出还没到500米 就因体力不支被民警追上 这不问不知道 原来这逃跑的手段 还不是第一次用 随后民警将驾驶员 传唤至警车内 并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查 在对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查后 数值显示为每百毫升35毫克 已经达到饮酒驾车标准 就在带回交警队进行处理时 民警在警车内也对驾驶员进行了 直击内心四连吻 目前由于驾驶员涉嫌无证 以及饮酒驾驶机动车 民警也依法对其开具机动车扣留凭证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继续来看新闻 离乌松之都滑雪天堂的冰雪名城 吉林市主城区15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冰雪童话世界 是全球公认的黄金雪场 它就是松花湖滑雪度假区 度假区位于北纬43度 于欧洲的阿尔比斯山脉和北美的洛基山 同处于冰雪黄金纬度带 是世界上三大焚雪基地之一 下面就请您跟随着我们记者的镜头 到那里去转一转 松花湖滑雪度假区坐落于 吉林市丰满区大青山888号 一山而建 由250公顷的覆盖面积 构成一个V字形的滑雪场 年平均滑雪期可以达到150多天 一共有37条优质雪道 雪道总长41公里 滑雪面积达到175公顷 能同时满足1万人滑雪 雪道以主题划分 初中高级雪道 国际黄金比例4比4比2 满足初级滑雪 竞级滑雪 专业训练 公园野学等各类滑雪爱好者们的需求 在这里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大神 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玩法 其中最特别的一条雪道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叫罗曼蒂克大道 它全长是5.23公里 平均坡度是8度 据说情侣们是可以手牵着手 从这条雪道并肩滑下去 牵起来是不是特别的浪漫 当时这条雪道也是非常适合 新手练习和心理建设的超长雪道 从广州过来的 到这边来滑雪 就南方人嘛 见雪的话 对雪有种特殊的执念 就是而且苏花湖这边的话 滑雪还是比较舒服的 雪道它比较长还比较宽 总结为一个字就是爽 我一年滑好久 基本上周六周日 或者说每年的年假 基本上都会过来 我是从长沙过来的 这儿的雪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罗曼蒂克大道 因为这里是一条 特别适合初雪者的这个初级道 而且这条道呢 能从山顶上一直滑下来 能够让初雪者 感受到这个滑雪的快乐 我九岁了 我是从2020年开始滑雪的 感受是滑雪 非常的有那种乐趣 在现场记者看到 很多雪友们 都穿着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滑雪服 身上还背着各式的滑雪护具 有小乌龟的 还有小熊猫的 可以说是特别的可爱 他们手里也都拿着自己准备的雪板 构成了雪场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询问很多雪友 记者发现了一个小变化 他们以前来到雪场 都是租装备 现在他们更愿意自费去买装备 这也正是因为滑雪运动的普及 所带来的变化 雪鞋包括固定器 还有雪服 自己买的 因为在南方的话 只能在室内雪场玩 然后这个都自己的装备 开始的话都是租的 然后后面就是熟悉了 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搭配的 因为我想年轻人喜欢 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雪场内有六条缆车锁道 八条摩坦 其中一条红色缆车 可直达山顶 在山顶看风景也是很赞 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可以扶拦整个吉林市 可以看到松花湖 联眠起伏的山脉 同时运气好的话 还能欣赏到高山雾松云海 梦幻的冰雪奇境 景色都还不错 有点雾松什么的 景色挺好看的 景色挺漂亮的 早上的时候上面还有雾松 也挺美的 然后拍照录视频都挺好看的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松花湖 然后就是有雾松 因为早上起的早的话 就是能够看到雾松 日出 那个高级道就显得特别的漂亮 树阳光 映成一景 除了滑雪 雪场内还有很多玩雪的体验项目 值得一玩 比如说几个人合作 对一个超大雪人打一场小型的雪仗 坐坐冰车 滑滑雪圈 再欢声笑语重回童年 玩累了滑累了 就可以找出漂亮的地方 凹造型拍拍照片 茫茫白雪中 你就是全场最亮的在 下面进入《理想之光耀山河》系列报道 通化市东昌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始建于1950年末 坐落于东昌区环通乡石鹏村北侧松林中 总占地面积49000平方米 共安葬烈士1076名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通化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感受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顽强 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 通化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地处于中朝边境 是一座红色之城 其中吉安口岸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最早入朝参战的口岸 承载着运送军用物资等重要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 通化儿女 无论是在前哨的阵地上 还是在后方的支援上 都立下了不朽的封碑 为使志愿军部队和大批量的军用物资 得以顺利赌江 中共通化地位 共组织战旗民工 就达到了81.6万人次 他们分别组成了单架队 运输队和医疗队 担负着抢舰 抢修 公路铁路桥梁 运输 军用物资和转运伤病员的中任 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17.2万的单架队员 共转运了伤病员18.2万 占了全部总伤病员的65%以上 当时呢 他们有一句口号就是 志愿军打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207万人 奔赴朝鲜战场 在他们中曾涌现出了大批的功臣 英雄与楷模 其中有十几万多烈士阴影牺牲 位于通化市东昌区的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是目前吉林省 安葬抗美援朝志愿军 烈士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我们东昌区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始建于1950年末 坐落于群山环绕 景色秀丽的环通香 石鹏村北侧的松林中 整体占地面积有49000平方米 这里共安葬了1076位烈士 其中有名的烈士有284位 无名的烈士有792位 陵园内抗美援朝纪念馆 落成于2012年 也是吉林省 唯一一座抗美援朝纪念馆 纪念馆内 现陈列142件珍贵展品 透过这些展品 我们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 像这两只水壶 就是在我们的烈士墓中挖掘出土的 这是我们志愿军的水壶 这是美军的水壶 在生活用品上 武器装备上 相差都是极为悬殊的 这名印章 也是我们在一个无名的烈士墓中 挖掘出土的 当时我们找了三位书法专家 才认定上面的三个字是王子湘 又根据她的颅骨判断 是一名女战士 印章的侧面刻有一匹马 大家推断了 这名女战士属马 牺牲的时候 大概只有20多岁 从此我们在这个无名的烈士墓碑上 刻上了王子湘 她就成为了有名的烈士墓 巍巍长百山 滔滔浑浆水 时间流逝 山城通话 仍在不断演绎着 热血澎湃的奋斗故事 今年 40岁的讲解员王灵灵 她的爷爷王建华 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 解放战争纪念章 抗美援朝纪念章 朝鲜军功章 这些鲜艳的军功章背后 是难忘的战争记忆 承载着国家的尊严 更是革命先辈 对后人的殷切希望 我时常会想念我的爷爷 70年前 他在战场上 英勇拼杀 70年后 我站在这里 讲着他和战友们的故事 作为一名烈士领园的讲解员 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红色血脉 就是我殷尽的质者 难忘的那一天 创作于2015年 被称之为 研编朝鲜族 新民歌的代表作 它代表了新时代的 沿边各民族人民 对党的无限热爱 我的时代 我的歌 带您走进 难忘的那一天 背后的故事 难忘的那一天 长白山彩云飘荡 你来到阿玛里 接百年村庄 就像千年一样 难忘的那一天 这首歌2015年 由柴景春作词 桑南作曲 研编优秀的青年歌唱家 朴银花演唱 这首歌旋律优美 被称之为 朝鲜族新民歌的代表曲目 贴心的花儿旋律优美 白山暖光在心上 啊 亲人啊 您好吗 是吧 他都非常亲切 当时我就觉得 这首歌真的一定要 亲切的 发布内心的 要去传达给观众 让观众要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国家呀 56个民族团结 十四节日 这首歌的影响你 之所以这么大 因为它代表了 延编各族人民的心声 代表了延编各族人民 对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那种 感激之情 我们的西中书记到我们沿边来思察 这是我们沿边人民 难忘的一天 也是骄傲的一天 幸福的一天 难忘的那一天 那个歌是 我感受到 我们中国共产党 特别有力量 特别伟大 我们总会唱 这首歌的时候 感恩党 感谢党 美好动人的歌曲 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唱出了延编朝鲜族人民的心声 和对党的无限的感恩之情 2015年7月16号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 海澜江畔的 和龙市 黄东村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稻田 查看稻苗生长 走进百姓家 同朝鲜族老乡拉家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 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 如今在党的领导下 我们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光东村的面貌也早已是旧貌 换新眼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变化 已经可以说交通水利电力 各方面都提挡升级 我们现在农村都有一个 好的水泥地 维生间 庭院 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们到那去看 也是我们的农村的发展 我们脱贫共建的一个成果 党的政策好了 我们农民种地吧 就是干这也大了 脱贫早就脱贫了 小康呢 混小康吧 早就超过小康的水平了 沿边朝鲜族自治州 各族人民高唱难忘的那一天 这新时代的主旋律 接续奋斗 我们脚下踩的是生机勃勃的土地 涌动着的是奋进的渴望 新时代的炎边人民 正在披荆斩棘 乘风破了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您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 解决不了的事 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 24小时热心电话 我们的记者将会竭尽所能 为你提供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